大家好,欢迎来到一丘围棋教室 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顾子豪挑战阿发狗的一盘对局 在这盘对局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着重的学习一下阿发狗他非常清晰的行棋思路 阿发狗直黑先行,白棋是顾子豪 黑棋星小木,白棋二连星 黑棋拆二手脚,白棋小肺 那么白棋这个小肺也是限制这个拆二手脚往这个方向上来发展 黑棋马上对这个小肺手脚进行了监冲 这也是阿发狗非常喜爱的下法 白棋有从下面爬的 那么实战顾子豪是从上面贴了出来 黑棋跳 白棋马上在上面进行了分投 黑棋逼住 白棋拆二 黑棋比 白棋长 然后黑棋跳 白棋马上小肺 那么这手脚在很多的高手当中经常出现 也是要限制黑棋在这一带的发展 那么正常的下法,黑棋这里要靠上去 保护黑棋上面的失控 但是阿尔发狗在这里走出一步非常出乎意料的下法 点在这里 他是要试一试白棋的应数 同时呢,瞄着这里的冲断 还有这个跨下去 白棋如果在这里顶 黑棋,黑小肺 继续保护上面的失控 同时呢,黑棋这里还留下一个靠 那么在这里 顾子豪不愿意被这手黑棋便宜倒选择了 压住 黑棋马上就靠了下去 白棋扒 黑棋冲 白棋退 黑棋继续退 双方在上面迅速的定型 黑棋扒下去 白棋这个断打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说白棋选择了直接连接 然后黑棋退回去 白棋非常厚实的把这个黑棋给吃掉 双方在上面形成了一个转换 黑棋这个角控非常的大 白棋在这里非常的厚实 同时呢对这两个拆二啊有一定的影响 双方在上面定型以后 黑棋获得了一个先手 按照人力的思维啊 黑棋这个挂脚就非常的不错 如果白棋手脚那么黑棋再拆回来 这里的黑棋这个头啊比较高 那么这里的阵势显得非常的漂亮 但是阿尔法狗啊他不这样认为 他认为这里的白棋非常的厚 将来白棋会肆无忌惮的 在右边这个时空当中啊进行挡入 所以说在这里阿尔法狗 选择了近角 白棋挡住 黑棋爬 白棋小飞了一个 黑棋继续顶 白棋挡住 黑棋扒 白棋退一个 黑棋继续爬 白棋继续退 这个时候黑棋进行了分投 白棋在外面获得外势 黑棋啊 获得了时空 白棋逼在这边 黑棋马上对这个白棋进行了靠压 白棋扳 黑棋退 白棋连接 黑棋通过这个点角 让白棋在这里形成一道外势 然后呢 黑棋进行分投 当白棋逼住的时候 黑棋在采取靠压的这种手段 让白棋这里走得非常的重复 那么这种思路啊 也值得大家的借解 黑棋马上对白棋这个角进行了清分 很显然 黑棋要迅速的抢占时空 白棋在这里对黑棋进行了反击 黑棋这个二楼跳非常的巧妙 黑棋有小家火脚 这里有渡过 这里呢 有冲断白棋 白棋不得已 还要在这里补一个 黑棋马上对白棋冲断 白棋打 黑棋断 白棋切断黑棋 黑棋打赤 白棋连接 然后呢 黑棋拐吃这个白棋 本来黑棋这个二四清分 就是为了获得失控 但是呢 阿尔法国在这里走得非常的灵活 当遭到白棋的这种反攻的时候 马上就改变了作战计划 把棋走到了外面 而且呢 黑棋这两个字 马上就显得生动起来 白棋不得已 还要立下去 黑棋非常厚实的打入 白棋当然要在左边打入 黑棋就是厚实的跳下去 那么黑棋在这一带 获得一定的优势以后 马上开始守住 自己的失控 白棋跳 黑棋呢 在这跳一个 牢固的吃的这两个白棋 白棋在这里切断 黑棋长 白棋呢 打吃 看上去啊 顾子豪在这一带 构思非常的好 把这三个字和这些黑棋 进行分断 将来呢 进行缠绕进攻 而且呢 下面的黑棋 将来白棋这里还有一个斑 假如黑棋吃掉的话 白棋这里还有一个 一路斑过 那么这些黑棋的眼味啊 还不完整 这也是啊 顾子豪走了这两手棋的一个目的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看上去不错的这两手棋 竟然是本局的败招 黑棋马上在这搬了一个 白棋当然要搬住 黑棋啊 切断了 这一下子就击中了 白棋这个棋型的要害 白棋如果从这里打吃 那么黑棋啊 在这里连接 或者虎啊 都是先手 白棋还必须要吃掉这个黑棋 一旦被黑棋这个子出动的话 那么这个黑棋又要发生作用 白棋如果吃掉的话 黑棋马上就在这一带封锁白棋 这是白棋不可能忍受的下方 所以说白棋在这里非常厚实的连接 黑棋在这里当然打吃白棋 白棋反打 黑棋提掉 白棋退回去 黑棋在这跳了一个 白棋冲 在这里呢 阿法国吓得非常有意思 在这跳了一个以后啊 马上就脱先了 在这并了一个 这个角活得非常大 那么走到这里以后 我们就发现 整盘棋 黑棋已经占据了四个角 而且这四个角非常的大 从而取得了实控上的优势 白棋不得已还要冲 把这两个子吃掉 保证啊 白棋这里的安全 因为这两块白棋都已经变厚 黑棋就在这跳衣 补墙左上角 那么这个棋型呢 也是非常的漂亮 白棋在这掉了一个 也是要倾销一下 这里的黑棋 黑棋很厚式的牙筑 白棋马上靠下去 黑棋扳 白棋退 这手黑棋 跳了一个 这手棋下的也非常的清楚 就是要加强这里的黑棋 同时呢 压缩白棋这里的模样 假如被白棋在这一带跳起来 或者飞起来的话 首先这些黑棋将要遭到进攻 而且呢 白棋这里的模样啊 还是非常可观的 黑棋跳起来以后 白棋马上切断 要求在右边啊 迅速的定型 黑棋当然要打吃 白棋 另一种 黑棋挡住 白棋在这一挖 黑棋后视的连接 然后白棋打吃 黑棋接住 白棋 加住黑棋 这个是我黑棋在这跳的一个 阿尔法国现在非常的明白 时空已经领先 现在就是往后的方面来发展 白棋接住 黑棋再跳一 这里黑棋的棋行啊 堂堂正正 白棋冲一个 然后呢 黑棋一会儿 这里白棋的时空啊 也遭到了苏光 这个时候 顾自豪啊 点在了这里 要对这里的黑棋啊 发动进攻 但是这种进攻啊 在黑棋这样厚的情况下 显得苍白的无力 但是呢 全盘黑棋的时空啊 已经领先 顾自豪呢 也找不到什么好的发力点 那么这种进攻 显得非常的悲壮 黑棋马上照住这个白棋 白棋在一路爬了一路 黑棋后视的补助 然后白棋冲 那么也是想冲击一下 黑棋这里的弱点 白棋再冲 黑棋挡住 白棋打吃 黑棋连接 白棋继续打 黑棋接住 然后呢 白棋 跳出 黑棋在这挤了一个 白棋连接 然后黑棋 后视的一虎 这里的黑棋 已经完全的安定 白棋不得已 还要吃掉这个 黑棋腾出手来 又开始清削 左边的白棋 白棋在这贴了一个 黑棋呢 把这几个黑棋再跳出去 那么走到这里以后 顾子豪的局面 已成败事 那么这盘棋呢 阿法狗啊 他的思路非常的清晰 这也是我们广大的棋友 学习的地方 好 这盘棋我们就欣赏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